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我们上一堂课介绍了Limit of Function的定义 这个定义呢,我要再写一遍 这个Limit的定义呢,是说 如果我这个x越来越接近x0的时候呢 我的fx呢,是越来越接近L 那这个就,这个现象呢,我们就说Limit fx等于L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是很直观 但是也很笼统,那有一些瑕疵 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是用一个所谓的 Epsilon Delta的语言来说明这个事情 就是你要求我跟L有多接近的时候呢 我就会找到,这个多接近就是 它的差异是小于一个Epsilon 我就会找到一个Delta,一个接近的程度 就是x跟x0只要满足这个,它是距离小于Delta,大于0的话呢 那我的fx呢,跟L呢,就会达到你要求的那个接近的程度 那这个Delta当然可以看成就是一个Epsilon的函数 它是依赖于Epsilon的 而且任何的Epsilon,你都要找到一个Delta 而Delta不是唯一的 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了 你小一点的Delta,也OK啊 也可以处理的 所以呢,所以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用这个Epsilon Delta 可能应该是每一个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的 你们的作业啊,写出来的应该是都可以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大家的,在整个构思的过程里边呢 会有一些差异在里边 好,那今天呢,我要延续这个课题 然后呢,我要将这个所谓的Epsilon Delta的语言呢 跟我们以前的上一章所说的Epsilon N的语言呢 给它挂钩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函数,针对一个函数的limit 这个是针对一个数列的limit 那那个样子呢,都非常像的 那为什么非常像? 因为他们的理论本来就是很接近 几乎就是,两个是互通的 可以这样子看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 而且因为我们前面的做了一些苦工 做了一些有关sequence的一些收敛啊 它的加减乘除啊,这样子 那到我们到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省略一点东西了 因为前面也是有一些好的定理建立起来 我们就可以应用前面的定理呢 就来说明这个 在函数的状况底下呢 那些limit呢 是加减乘除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会成立的 一般的成立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帮忙我们去 确实的去说明 这些limit的,有关limit的事情 好 所以这个三点一就是一个重要的定理 它说什么 它说给定了一个时数 fx 那我说这个有limit 是这个fx呢 当去上x0的时候呢 有limitl 弱且为弱 就是 for raw 任何的sequence xn 那 它是在 这个范围里边 在1里边 1就是我的那个定义域 那 然后 我要除掉一个点 因为 我们都知道limit呢 当点的值呢 我们是不看的 那 我们只看附近 一个趋势 那 所以这个sequence呢 一定是除掉一个xn 那 然后 这个sequence呢 是 收敛于x0 则 逼有 它的函数 它的 你可以看成是 这个就是yn 它是 收敛于l 如果有 这个现象 而且 是对每一个sequence 都成立的 这个 就等价于 我们说 这个函数呢 当x去上x0的时候呢 它是 去上于l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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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 那我上次 已经有一个图 给大家 相当于说 我的xn 越来越接近x0 那我通过函数 通过函数 所出来的yn 越来越接近l 是这样子看的 那 当然 我们说limit fx等于l的话呢 按照我的定义呢 是希望就是说 我要求 它有多么接近的时候 利用这个函数 利用这个函数的 影射的关系 我们就会找到 一个delta 这个delta以内的 所有的x 除了x0这个点 都会跟 我的函数的 这个函数值呢 都会跟这个l 有一定程度的 接近 那 所以这个黄色点 跟红色点 那个 有不同的 意义 那 当然它们是相关的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证明是 是怎么样子 那 假设这个是对的 假设这个是对的 那 所以这个红色的东西 就是对了 那 从黄色的 这个 数列来看 我随便找一个数列 如果有 有这个 这个xn呢 是趋上x0的话 我们需要证明的 就是 这些都对 然后 后果 都要成立 这个后果 是这个东西 那 就是说明 我的黄色的 事实上 这个后果 当然会对 因为 黄色的 点呢 最后呢 会落在这个 红色的区间里边 而这些 既然它落在 红色区间里边 而这个前提 是成立的 所以呢 它的函数值 某一项大N以后的 fxn 你可以看成这个就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数列来的 这个不是一个函数 这个是一个数列 那 它是 一定是在 红色的范围里边 那 我已经直观的 正了 一个方向 我给大家写出来 首先呢 我是这样 重复了 我重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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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ition 那这里呢 我有时候会漏掉 这个x 当然我们希望 它是在 这个定义域里边 如果它不在的话 fx根本就 就没有定义了 fx根本就没有定义了 那这个1的集合呢 一般我们都希望就是 我们都 都 考虑的是一个区间 是一个区间 但是 我们这个定义 事实上这个1古怪一点的话 都没有 都没有问题的 都可行的 都可以讲limit的 那 目前我们先不管那个状况 所以这个 by definition 我们现在是 是一个方向 那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 就 必然有这个东西 给定epsilon 我就有一个delta 那 这个delta是重要的 这个delta就是 我这个x轴的 表示我x轴的范围 那 我就针对这个delta delta有多大我不知道 但是 既然这个东西是成立 就一定有 有一个数 有一个数 那 所以针对这个delta 我既然 xn是等于x0 一般 你是用刷描 2019 的 xn 和x0 最后距离小于delta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个数列的 收敛的这个事情 当然保证我找到一个大N 这个大N是以赖于delta的 而且呢 因为我的xn 这个数列 是坐落在这个范围以内 所以它不会是x0 换句话说 它们的距离是大于0 事实上这个不等号的意思是什么样子 就是xn 不会等于x0 不是吗 那end 那留意我这个数列呢 我这样子写的话 事实上就是一个集合的意思 这个数列就 所以我喜欢这个写法 有时候我们事实上是有排列的 但是在集合里边呢 我们事实上是没有排列的 那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要拟清这个事情 好 那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N 它是坐落在里边 然后 但是如果这些xn是坐落在里边 xn是坐落在里边 它是满足这个条件 那就fxn就是要满足这个条件了 是不是 1告诉我们 只要任何一个x 它跟x0距离小于delta大于0 那它的函数值就跟l小于eps 那所以现在xn就是这个数 它满足这个要求 所以fxn也满足相关的要求 那这个填充游戏事实上就做完了 为什么 因为随便给我一个要求 我通过一个过程 就找到一个N 大N以后的所有的小N 我的fxn跟l的距离就小于eps 所以我做到什么东西 我做到就是 只要这个xn满足前面的条件的话呢 我的fxn呢 一定受恋于这个l 所以就做完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是 你有很多sequence 但是这里是一个 是像是一个区间的一个 一个对应的关系 那而我们的sequence呢 数列是一个离散的一个东西 那你要从这边去证这边的话呢 一般呢 都不是直接证明的 一般是用反证法 假设这个不对 然后呢 你要去 简单来说是这样说 假设这个不对 然后呢 有一些x呢 是不满足 这个条件的 我就利用这些x 造一个sequence出来 那 然后就跟这个条件 去违背 所以 非p 一定就有非q 所以q 对的话 p就要对 是这样子的一个 逻辑的思维 好 所以命题是不对的 当x去上x0的时候呢 它是不等于l 那是什么说 那个意思是怎么样子 那我们要将这个 epsilon delta的语言 是要给它 所谓的否定的 所以 等于l的时候是这样子 不等于l的时候 这个东西呢 就是 就不对了 这个命题不对 就是我有一个epsilon0 大于0 无论 我怎么找delta 我都发觉 后面的东西呢 是错的 后面东西是怎么错 就是 我找到一个x跟x0距离 小于delta 大于0 而 fx-l的距离 fx跟l的距离 却 大于等于h了 这句话是错 是什么意思 要想一想 这里呢 如果这样 马上就有这样 这样子意思就是 相当于就是我们说 for law这个意思 如果有这样 马上就有这样 现在我说这句话错 就是 有这样 有一个例子 这个对 后面却不对 那 这句话就 不成立了 那 所以 随便一个delta 大于0 然后 我都找到 一个xdelta 我还是叫x吧 在1里边 1里边就够了 such that 我的x跟x0 小于delta 大于0 但是呢 fx跟l的距离 却大于等于 epsilon 那这个 这个命题 大家要 要很小心地去看 要记下来的 你怎么样说 这个命题是不对 当然呢 在sequence的时候呢 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东西 OK 所以 有一些书呢 它会这样写的 这个x当然是 依赖于delta 你可能不止一个点的 delta变的时候 我的x有可能会变 那 所以 一个点就够了 那就表示说 虽然当然呢 有一个点 大概只有无穷点的 但是一个点就是 可以让你后面的这个命题呢 是 不成立 好 那 好了 所以 假设它不对 就有这个现象 那我要造一个sequence出来 我要从这里造一个 数列出来 那怎么造呢 你将这个delta 离善化 这些delta epsilon呢 重要的地方 是它小的时候 所以呢 我弄成一个n分之一 越来越小 那 我就存在 一个xn 我这样子说吧 这个x 我就定义它 就xn 在1里边 然后 它是小于delta delta是多少 n分之一 但是呢 我的fxn 跟l的距离 是却大于epsilon 0 这个是epsilon 0 是不是 我将这个delta 选取一些好的部分 一个越来越小的 一个 一个数 那 我就找到一个 数列 它跟x的距离呢 是越来越小的 可是呢 函数值呢 却永远跟l呢 有一定的距离 它离开这个l 那 好 这里 这个xn 既然跟x 越来越小 它是不是就是 收敛于x啊 我想这个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 应该很明显的 你可以用夹击 或者是用definition 去看得出来 就是 So 我的limit xn 就是要等于x0 这个xn 事实上就是一个 我这样子说吧 xn 就会是一个数列 它的limit 当n去向无穷的时候 就是等于x0 可是呢 fxn呢 却不等于l 它跟l呢 永远都有一点距离 而这边呢 你是x0在一个固定的点 然后xn 越来越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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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所以 这个 当然如果我们要严谨的话呢 这个要多写两行的 这样就可以接受吗 那这样子就违背了 我们原来有的资料 我们现在这个是返回来的 那个东西 所以呢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矛盾就是 我们任何一个sequence 任何 任何一个sequence 去向x0 我的 这个 它的函数值 fxn 就要去向l 现在我找到一个sequence 这个是不对的 那 所以就矛盾 矛盾在于哪一个地方 矛盾当然就是 当初你假设这个东西有问题啊 你推推推推出一个有问题的东西 跟我已知的有矛盾 就是因为你假设的不对 那 所以结论我要矫正我的假设 所以如果 我这个前提要成立的话呢 我一定要 这个东西一定要对 那我就正了这个定理 那 大家可以看看 我这里要有一个柱 就是 这个 theorem呢 当我的l等于正负无穷的时候呢 事实上也对了 所以 这个 这个所谓的等价的关系呢 事实上是非常一般的 就是 函数的limit 跟sequence的limit呢 就是 息息相关 好 还记得我们说 一个 比如说 一个limit fx 它等于无穷 当x去上x0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是 对于所有的m大于0 我都找到一个delta大于0 x跟x0的距离 小于delta大于0 就会imply 我的fx跟fx呢 一定要大于m 这个是正无穷的状况 那 在这样子的一个 假设底下呢 我的l limit fx等于无穷 弱且微弱 我任何的sequence 去向x0 然后它的函数值 只要去向无穷 是这样子 那 我可以做一边 给大家看 就是 当l等于正无穷的时候 l等于正无穷的时候 做一边给大家看 事实上是一样的 首先 你可以看一看 你 已知就是 这个fx的limit 等于正无穷 所以我刚才的定义呢 就成立了 那 然后 所以那边呢 我不再写了 这个我叫2吧 好 好 然后 好 假设2成立 那我就 对于那个delta来说 我就找到一个大n 大n以后的 那个xn呢 是都要小于delta的 我在这个方向 一样我就假设这个对 这个对 然后因为这个对的话呢 这边就要大于0 那所以 这个2呢 就会imply 由于这个2呢 我就知道 fxn跟l的距离呢 是小于 epsilon 我现在是讲limit是等于 等于无穷的 所以 按照2的那个 2是说 如果x跟x0有接近的话呢 我这个fx呢 就要大于m 所以呢 我就做出来 那我做了什么东西呢 我做了就是 随便一个m大于0 我都找到一个大n 它以后的小n 那个fxn呢 都大于m 因此呢 我的结论是 就是我们的 这边的结论 OK 那返回来呢 会是一个加分体 是我们这个星期的作业 返回来也是可以做的 类似的方法就可以做了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定理来的 因为这个定理 我们这个学期的这个安排是合法的 因为我们当然有兴趣 函数的limit 这个数列跟函数 如果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根本就可以不提 那但是我们先讲实数 再讲数列 再讲函数 因为这个定理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是合理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是等价的东西 我们函数的加减乘除 它的四则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熟悉的定理 我相信去年 徐老师上你们课的时候呢 应该也是有证明 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再证一次 但是呢 我们再证一次呢 是用不同的思维来看它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现在这个呢 已经是非常轻松 就可以证完出来了 大概讲两句话就完了 怎么说 我这里事实上还有一个 有一个E有一个F的 我还没写 我先处理这四个命题 这四个命题 现在已经非常简单的了 所以你就看到我们3.1的威力 是怎么样子 我要说 这个是一个新的函数 F加G 事实上是有正有负的 那 它这个函数呢 我要说它的limit是等于L跟M 等于L加M 或者是L减M 那 当X去上X0的时候 所以 这个是G 对不对 前提是L跟X呢 跟G 就是各自都有limit 所以我就是随便 随便找一个sequence take any Xn 在这个E 减掉X0里边 这个E就是F跟G的定义域 那 我就是 Xn 那我用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件的 这个语言 当N去上无穷的时候 它的limit是 去上X0 Xn是去上X0 那 因为这两个 所以 我就有呢 Fxn 是不是去上 这个L Gxn 是去上M 不是吗 那这两个是sequence来的 那 sequence前面我们不是已经说了 就是 它们 加减乘除都可以保持 这个是我们前面 那一张所说的定理 所以 这样子 就会imply 我的Fxn 所谓的F加G的Xn 这个 事实上就等于Fxn by 这个定义呢 这个是定义来的 你加法 两个函数相加 是什么意思 它函数值 就等于各自的函数值相加 而 这个相加 按照我们前面的limit 应该是 定理1.3 所说的 就是要等于各自的limit相加 然后 K乘F的Xn 不是也是要去上K乘L吗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乘以一个 数列 也是1.3 这个1.3的A 一个1.3的B 然后 Fxn 所谓的函数FG 作用在Xn里边 事实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 Fxn 乘以Gxn 这不是 就表示说 是两个数列相乘吗 那 不是就受恋于L跟M吗 也是1.3 然后 它们的相处 By definition 这个定义就是等于 各自的函数值相处 那以各自的函数值来看的话 它就是两个数列相处 所以 只要 我的分五是非零 这个也是对的 那个U是1.3 每一个都是1.3定理 所以我们呢 是将它 整个就 重复了 所以 这四个命题 就是我的ABC柱 只要 随便一个sequence Xn 只要Xn去上X0 我就有 F加G的Xn 要去上L加M 那这个不是 就是我的A命题吗 所以 利用3.1 就是A命题 要成立 同理 B C D 都要成立 所以 把这个3.1 定理的3.1 我的ABC柱 我再说一遍 为什么ABC柱要成立 因为 我随便选一个sequence 只要Xn是去上X0 我马上有 比如说 FG的Xn 就是要去上L乘M 那 就表示说 FG这个函数的limit 当去上X0的时候 就是要等于Lm 这个是3.1 所说的 这个事实 所以 因为我们前面的sequence 已经做了很多苦工了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轻松写一的 就将 这个部分呢 给它说明清楚 我还有E跟F的 我们先break一下 然后 就将E跟F呢 给它写出来 那大概的想法 都是这样子 那就 这个定理 就是说 这些是基本的函数的 那些组合 那我们知道 一个函数有limit 另外一个函数有limit 我可不可以 衍生出来更多的 limit的结果 就是 我不需要花时间 就可以马上知道的 一些limit 那这个就是 我三等二的作用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再回来继续